棉花价格坐上过山车 棉农稀售代价 什么原因导致棉榨震荡 中国棉产业何去何从 这个其实老美就是利用一个中国 2011年棉花出口 就是一个其实炒作 炒作把棉价拿走 这其实害了我们中国的环境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在国家统计局刚刚公布的经济数据中 宏观之一形式仍然是大家关注的交流 政府是今天没有继续走出反弹行情 很多投资者都在实际上 投资油价开始回落 这条报告显示 很多地产企业的资金内已经相当 在中三角地区 其中一部分中小企业 正在想办法解决他们遇到的困难 在今年的CCTV经济年度人物评选当中 中国创造仍然是最重要的 大家晚上好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我是谢盈盈 今天我们来关注棉花行情 以及纺织行业的现状 9月7号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发出通知 决定从9月8号开始 启动2011年度棉花临时收储 中储棉总公司发出公告称 2011年度棉花临时收储的不受数量限制 敞开收储 这一政策出台的背景是因为 去年棉花价格飞速的高涨 从9月至11月初不到两个半月的时间内 棉价的涨幅超过67% 可是今年的3月初以来 棉价又快速下跌 一斤棉花从每吨32,000元 下滑到了现在的22,000元左右 过山车一样的价格 让棉奴们是较苦不跌 来看记者待会的调查 9月初记者来到了德州市下金县东里镇 张关纯村 在这里记者见到了正在为去年的棉花发愁的王岐峰 王岐峰去年一共种植了十亩棉花 收获了总共四千多斤的子棉 如今全部堆放在自家的仓库里 望着眼前成堆的棉花 他感到非常的闹心 为了防止潮湿 以及老鼠昆虫的损害 他每隔一段时间还要倒仓 之所以没有卖掉 是因为去年棉花收获的时候 价格非常高 当初价格挺高 给美都不能买 他就什么的 好有这个东西 哎呀 想一不少这个价格 结果什么的 一切都落到现在这个价格 王岐峰说 2010年11月份的时候 收购的价格一度达到美金7块钱左右 他原本想再观望一下 能卖个好价钱 可是没成想 到了今年4月份的时候 价格一路下跌 最低的时候达到美金3块4左右 整整相差了一倍还要多 现在的收购价也就维持在美金3块6左右 这个价格他很难接受 哎呀 这个都是一亩地 我算的是 打药是420块钱的这个费用钱 你就是算400年的话 你算了以后也都算1500 一亩地存收1100块钱 在不计算人工成本的前提下 王岐峰按照时下的价格 一亩地得到的收入也就是1100元 一万多元的收入已经无法维持家里的正常开销 而且相比较其他的作物 种植棉花付出的劳动要大得多 种植不但费人工 而且这两年来各种农资价格涨得厉害 使得收入也在锐减 记者见到王岐峰的时候 新棉已经开始收获了 这一段时间以来 村里面很多村民无奈之下 只能低价贱卖手中的村棉 不过还有一些村民像王岐峰一样 等待着棉价的回调 记者在夏金县采访的时候了解到 几乎每个村子里都有几户村民 将去年的棉花堆放在家里 这两年来 棉价的过山车 让这些棉农较苦不叠 很多人选择了放弃种植棉花 相比较其他的作物 种植棉花需要付出大量的人力来照看 但收入甚至和出租耕地的价格差不多 采访时 很多常年种植棉花的农民都表示 今年要放弃种植棉花 这逐渐形成了一种大的趋势 按照目前的这种价位的话 对棉农植棉的积极性 肯定是有一个影响 因为现在我们在调查中也发现 农民也有把棉田改种成良田的趋势 因为种粮国家的补贴越来越多 这个粮食的价格也一再上升 在整个德州 这个华北地区曾经最大的棉花种植基地 近年来 由于价格的因素 种植面积也在锐减 前几年棉花比较多的时候 整个德州地区在300多万亩 2008年的时候是290万亩 2009年是230万亩 去年是150万亩 应该说是棉花面积大幅的下滑 去年棉花价格飞速攀升 让棉农们有了代价而过的想法 但是没有想到仅仅过了个年 这个价格就飞流直下了 如果按照现在的市场收购价格 那就几乎是等同于血本无归 实际上德州市是全国传统的产棉区之一 由于进水楼台的便利 德州的纺织业也非常的发达 产能是山东省的七分之一 全国的二十分之一 棉花价格下跌呢 虽然是苦了棉农 但是对于这些纺织企业来说 应该是一个利好消息了 不过让我们意外的是 纺织企业竟然也是举步维艰 由于今年棉价的大起大落 在德州棉花收购加工企业 全部都不敢敞开来收购 收收停停 库存量大的亏损严重 纺织企业库存增加 销售困难 难以维持正常的经营 在宋楼镇的一处工业园区门口 记者就见到了一家 已经关门半年多的房居企业 我们这儿现在停车多长时间了 到年车就去 新年还是农历 那就是农历三十个 一直停到现在 一直停到现在 为什么停着呢 就是绣一不和 整个的面晃晃也在一块 实际上我在这儿得去看门 记者见到 弱大的厂区内除了门卫以外 见不到任何人 办公室和车间已经被杂草围住 门卫告诉记者 这个企业是当地比较大的企业 工人总量有三百多人 是2005年刚刚投产的新企业 可如今再次恢复生产已经不太可能 就是你不信你也没办法 你生产你配钱 你没办法 你要不要他没停吧 他假如说 那就是没办法把工内走了 你再照顾那事也不够 开门也难得 开门也难得 除了停产的以外 记者在下今还见到了一些 无法正常生产的企业 记者随即走进了一家仿制企业 一样只有门卫见不到兵人 厂区内堆放着原材料 透过上锁的大门 还依稀可以见到里面停摆的设备 门卫告诉记者 企业停产一个多月了 今年以来一直是这样官官开开的 至于什么时候再次生产 他也不清楚 那准备什么时候再开工啊 按照往年的惯例 仿制企业应该是常年生产的 棉花加工企业在九月初的时候 也应该开始收购调试机器了 可是记者在这里很难找到正常生产的企业 因为现在包括就是老百姓到底是什么价格小卖 就是少量的这都没有什么代表性 就是我们现在就是零星的收购 一个是看看今年的棉花出来 质量怎么样 就是成本能划的多少 所以说今年的收购呢 我们应该是紧小身为吧 甜酒洞经营的是一家棉花收储加工企业 由于棉花价格的过山车 他很难预测今年的行情 只能谨慎的少量收购 等待价格的起稳 当谈到今年上半年的行情时 他无奈的选择了用浮云来形容 甜酒洞心有余悸地告诉记者 在价格急跌的时候 正是由于他果断地卖掉了手中的存棉 企业现在还能勉强生存 棉花加工企业的利润就在盈亏点之间 今年来成本的提高 使得企业本身很难经受风浪 成本越来越高 投出的就是费用 就是生产成本越来越高 你不收场 你企业在这摆着 设备在这摆着 还有功能 你必须保功能 你要是今年不动 明年不动 后来功能你都没有 成本的提高 家居棉价的剧烈震荡 甜酒洞不得不选择减少产量 我正常的 我加工了一年 那是七八千吨皮棉 我一般就是再少 也不会低于四五千吨 我去年整个的加工了五百多吨 十倍 产量的锐减 加上价格的急跌 企业的损失不小 那个费用我还真的没稀算过 要那样加起来的话 一百五十万顶多不少 因为那个费用我们都没有算 那个费用肯定是亏的 你就是不干活还是这样 这样开的 甜酒洞告诉记者 企业能够继续生存下来 就很不容易了 他时下的策略 就只能是 关关停停 走一步 看一步 所以说今年这个东西呢 就是都不敢太动的原因 是在哪里 到底这个国家收出给我们企业 留不留出力量 真的没有力量的话 企业只能是停的 那么产业链的下一端 棉房企业现在的情况又如何呢 这是棉花在三万四五的时候 做的面上 一直捐一批那么一直没销出出去 这等于这几乎你 就亏了 这现在压了多少活了 现在这一批有几十根嘛 记者见到甜酒店的时候 他正在为今年四月份 高价加工的棉纱而发愁 几个月过去了 几十吨的棉纱就这样 一直积压在仓库里 事实上 他在棉价最高的时候 购买了几百吨的原材料 几个月以来 甜酒店一直在亏损销售 可仍然有十几吨的存货 无法销售 时至现在 虽然棉花的价格 跌到了最低的价位 可是他现在生产的棉纱 还是在继续亏损 一块2万05的棉花 你乘个1.12 就到了 把这些杂纸去掉 就是 接近2万3了 就是一吨棉花 其实只剩2万3的 就是纯棉了 对 再加工资 电费 税务 运营费 等等这些费用利息 应该是你的成本 现在的你的盈贵点 应该是在三万一 我们应该在三万 三万多一点吧 甜酒店给记者算了这样一笔账 现在的皮棉价格是 两万零五百元 加工总成本是 三万一千元 可是现在棉纱的销售价格 只有两万八千元左右 每加工一吨棉纱 他就要亏损两千多元 日产我们 每天就仿 15吨多吧 15吨 你按两圈的亏损 那你这一天 你将近三万块钱就亏损了 对 一个月一百多万 上个月亏损了一百多万 从四月份到现在 甜酒店已经累计亏损五百多万元 那么既然生产就会亏损 那么为什么还要坚持生产呢 现在这个棉方行业这个特点 因为尤其是高零高十几件 一轻车呢 车又生锈了 然后工临流逝了 这时候再开工呢 就不好看 为了维护设备 甜酒件就只能选择 最大限度的减产不停机 现在企业每天限产四分之一 可这在德州地区 已经算是最正常的生产企业 形成了我们仿的棉纱 和棉花价格的倒挂 企业仿出来就赔钱 说从全线 我们三百多家棉纺织企业来讲 是将近75%的企业 在上面都对停产状态 从三月份到现在 整个德州地区 应该是80%的企业 处在这个停产 限产状态 有40%的企业 处在这个停产状态 很可能有20%的企业 再也开不了门了 可能就是倒闭了 棉花价格高起的时候 棉纺织企业也不得不高价的收购棉花 本想着棉纱价格能够是涨船高的 可是没有想到 今年以来价格的急剧下挫 让棉纱一下就砸在手里了 形成了越生产越亏本的状况 这一涨杀跌的普遍心态 让棉纺织企业变得是谨小甚微 是冒险再收购呢 还是干脆停产观望成为了一个两难的选择 根据中国棉花种植协会统计的数据 近三四年来 棉花种植面积一直呈下降的态势 但是去年棉花价格的高涨 让这个市场变得是扑舍迷离 究竟是什么原因 让棉花价格在短时间之内大起大落呢 广告之后 请您继续收看 按照发改委和财政部的通知 今年国储棉将会以标准皮棉 每吨19,800元的价格敞开 无限量的收购新棉 据推算呢 目前国储棉库呢 至少可以再容纳360万吨的新棉 占今年棉花预计产量的二分之一 这对抑制棉花价格的进一步下跌 将会起到一定的作用 但是在棉花种植面积连年减少的情况下 去年的棉花价格为什么会急剧拉升呢 接着来看记者的调查 这是一个悖论 因为说呢 你的70%的原料不是棉花 那30%能够撬动这个东西 是为什么 我们所谓可能可以界定为 这一家金融资本 它进入到这样的一个产品市场里面来以后 它希望能够快速的博取这个利润 它也希望这个产品波动 在谈到棉花价格剧烈震荡的原因时 很多专家认为 除了种植面积减少 产量降低以外 借机渲染资本的炒作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这个其实老美 就是利用一个中国 2011年棉花去口 少一百万分 就是一个题材 炒作 炒作把棉花拿高 这其实害了我们中国的法治好业 棉花好业 据了解 中国的棉花产量是七百万吨 是世界上最大的产棉国 每年的用棉量在一千零五十万吨 同样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 可是却没有掌握棉价的话语权 一年以来的棉价起落 是棉花价格从来没有过的大起大落 也给国内纺制产业链上的所有企业 都带来了巨大影响 因为这一项是太不正常了 你看啊 这其实这一个拨战是十几年以来 几十年以来没有的 没有的 这完全是一个 我这里面 因为我也不知道 美国棉花协会他们怎么弄的 应该是坑了我们前世纪做房子的人 他的棉花到这里 到这个时候才没掉 那么如今棉花收储正在实施的价格是 每吨一万九千八百元 这个价格又会对棉花产业 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有可能接受 当然呢 就是于去年的棉花行情来比 还是这个农民呢 就是还是感觉到这个价格不是很高 按照每吨一万九千八百元来计算 对应的子棉收购价在美金四块二左右 就德州地区而言 要比现在的三块六的价格略高 棉农有接受的可能 那么对于下游的企业又会意味着什么呢 从远期的国际合约价来说的话 现在已经跌破了这个价格 已经跌到一万八一万七以下 那么现在就带来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我们国家的棉花收储体制 是按照一万九千八的话 那么当放出这些储备棉的时候 是以什么价格放出 如果你仍然以一万九千八放出的话 当那个时候很可能我们的价格 是要高于国际市场 两三千块钱甚至更多 杨士斌告诉记者 现在国际市场的棉价 比较收储价格有着一定的差距 这个差距就使得国内的企业 很难进行公平的市场竞争 他会拿着比国际棉花价格 高两三千块钱的这样一个棉杀 去跟人家来竞争 那么我们会竞争力会大打折扣 反过来也会再使我们的农民受到损伤 因为我们接不到订单 我的仿制品折扣到国际市场 按照国际市场的步动来进行的 但是我的棉花是 几块经济的 对吗 这个是有影响 这个现在我们呼吁很大 而相对于广大的棉农 专家呼吁应当出台更有力度的保护措施 保证棉农的种植积极性 在调查当中记者了解到现在的棉花已经不仅仅是人们普遍理解的纺织原料了 而是成为被金融化期货化或者是货币化的投资产品 根据中国棉花协会最新发布的8月份棉花形式月报显示 受到供需基本面以及对后市信心不足的影响 国内外的棉花价格都是大幅的回落 纽约期货最低价格是跌破了每磅100美分 较最高点下跌了一半多 国内的棉花价格虽然有国储棉托底 但是未来的价格走势依然是不明朗 和棉纺织企业普遍陷入困境相比 化仙纺织企业现在还算是一支独秀 在沈培荣的办公室里 记者见到了他每天都要关注的棉价 和化仙产品的价格走势图 棉花价格的上升会直接带动 短线的上升反之亦然 通过这张图表可以清晰的了解到 在棉价的带动下 各种化仙产品同样经历了一次价格的过山车 那么这个时候你假如过程你控制不好 那就会很难过 甚至会死掉 因为你看这个时间 你看这个期益 这个间级只有十四个月 十四个月中间 它的上下幅度是两万 一上一下是两万 而你一登山你中多少钱 两千三千 等它一个月掉可以掉 你掉三千四千 记者注意到 虽然价格也同样经历了大起大落 可是相对于棉价而言 化仙产品的价格还是偏低 作为棉花的替代产品 以化仙为原材料的纺织企业 最近的日子过得很不错 我们现在目前我们有一万两千台 这个支部机 一万两千台 对 那个规模是不是应该算是世界最大了 对 一万两千台就是一天平均下来 我们要产多少米的布呢 一天产下来 现在就是两百二十万米 两百二十万米 对 现在就是等于说是十等的 十等的这个操场卡抽 每天就是有三十连卡抽 就是拿出去 这个布料 那现在就是这一万多台机器 现在是都是在全复合的运转 全复合运转 这个现在就是订单 就是我们就是一两个月的订单 就是这个全部已经订满了 这个支构里面没有构成 经营着世界上最大的支部企业 陈建华坦言 这两年来 化纤企业的发展势头非常强劲 两千年的时候 我们记得就是这个 还不到就是一千万吨 这个整个全国的产品 不到一千万吨 就是这个到了就是09年 我们到了两千七百万吨 就是两千七百多万吨 就是到了今年的话 有望达到四千五百万吨 因为以前的话呢 就是这个 这个棉 麻 毛 丝 这一块的话呢 几乎是这个 就是这个差距不大的 从原来的四分天下 现在化纤产品已经占到了整个纺织面料的三分之二 但是看到了这份诱人的利润 很多其他行业的资金将会进入这个市场 在今年就会有一千八百万吨的产能投入 相当于整个产能的五分之二 价格的搏杀在所难免 我实际上就是这个是有点害怕的 因为太好了 太好了 我呢 我说做企业不能跟风 你必须要理性 你看到未来这个市场有多少大 你这个谁的市场 这个扩张 新秀扩张 你才这个发展跟得上 你不要就是脱离这个市场 在吴江记者注意到 几乎所有的企业都在加大投资 降低成本 记者甚至见到了穿着轮滑鞋仿杀的工人 价格的搏杀直接体现在了使用工人的数量上 这与人们对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有了很大的变化 原来最早的时候 这个像我们刚在90年代初的时候 就是这个一个人看一台到一个人看两台 后来到一个人就是看12台 现在我们看一个人看30台到50台 那你必须要想科技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发展 自动发展度越来越高 环境越来越好 是不是越来越好 你只能朝这个发展 你不难的话你是没法进行 目前中国的棉花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35% 消费占到46% 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棉花生产国和消费国 创造的产值超过了千亿元 在这个基础之上 中国也成为了世界第一的纺织大国 但是我们必须清醒的看到 棉花消费量的大幅增长 并未汇集到国内的棉农 反而出现由国际棉价波动带来的国内棉价是波动不定 棉花大国和纺织大国没有定价权 也没有话语权 可见在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道路当中 棉花产业乃至纺织产业 以量扩张的增长方式已经是难以持续了 由纺织大国到纺织强国 还存在着相当长的距离 要改变这个现状呢 其一是要加强科技创新 改变棉花的生产方式 注重品牌和高附加值产品 第二呢 要加强棉花生产的政策扶持 在税收和补贴上强壮国内棉花市场 其三要开拓新产品 新的材料的应用 使科技创新呢 尽可能转换为生产力 第四呢 还要不断的提升管理和营销水平 加快转型升级 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还要借借英美等发达国家 纺织行业的先进经验 只有这样 才能够加快纺织强国的前进步法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 感谢您的收看 接下来请您继续关注 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 再见